围绕产业高端化发展 去年以来 我省相继组建燃气轮机创新中心 冷热技术创新中心 绝禁装备创新中心 通过搭建公共技术平台 催生先进技术 加快推进装备制造业 向中高端迈进 今年 我省将加快推动工业机器人 及智能装备 增材制造装备 通用航空装备 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 加快推进自主燃气轮机 一中心两基地建设 加快实施重大短板装备专项工程 产业的高端化 我们就要围绕着高端装备 新材料 生物制药 等领域加快推进 还有现在我们要加大推进 网信产业 它就是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 加快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 这些产业的发展 围绕推动产业智能化发展 我省将滚动推进100个智能制造 及智能服务试点示范项目建设 引导更多企业建设智能生产线 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围绕推动产业特色化发展 积极开展消费升级 市场拓展 智能提升三大专项行动 围绕推动产业绿色化发展 积极推建国家级绿色工厂 2019年省级绿色工厂 力争突破60家 我们实施了特色消费品工程建设 在户外服装 泳装 特色农产品 医疗器械等方面要加快发展 我们要依托我们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 和省级绿色工厂和绿色园区 走绿色制造的路子 加快建设绿色制造体系 加快建设一带五基地 今年我省将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 深度开发原字号 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大文章 滚动实施100个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业项目 大力培育发展新动能 到2020年 全省先进装备制造业主营收入 占全行业比重力争达到60%以上 突出一个新大力发展新材料 包括化工新材料 钢铁新材料 有色金属性材料 和无级非金属性材料 同时还要对原材料工业进行改造升级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部署 辽宁工业基础雄厚 体系完备 门类齐全 但也面临着产业大而不强 创新能力弱 质量效益不够高等问题 只有推动辽宁工业产业产品 朝着高端化 智能化 特色化 绿色化 迈出坚实步伐 才能破解制约全省工业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在数量向质量转变中 实现辽宁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本台报道